钓鱼穷三年 马鸟回一生 酒病孝子离 家兴出恶犬 有人先穷后富 有人先富后群 小财靠勤 大财靠运 行财靠天 话说一个富婆到了晚上 在ATMG存款 碰巧了 这个机器出了故障 被吞了两万 于是这个富婆就联系银行 结果呢 被告知要等到天亮 谁丢了这两万 他不着急呀 于是这位女士 他灵机一动 吃店客服 说ATMG多吐出了五千块钱 嘿 几分钟以后 维修人员立马就赶到 听到这儿 你以为他的神操作就结束了吗 没有 接下来啊 还有更厉害的 话说这位女士逛超市 一不小心呢 这个手机和钱包 嘿 被盗了 他心里面是十分着急呀 碰巧一位熟人入卧 在了解了情况之后 只见他不慌不忙的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开始想丢失的这个手机呀 就发送了一条短信 姐 刚到超市找不到你 我有急事先走了 你今天要用的现金五千块 我放在了超市寄存箱123号 密码是1234 拿到钱以后 回信给我 嘿 功夫不大 这个小偷啊 主动就送上门来了 手机和钱包均找回来了 这本书里边的道理太直进 太露骨了 他像是一个经历了人间冷暖 事态炎凉的人写出来 揭露了太多人群事故的局限性 比如没事少发朋友圈 话少必然祸少 不要和任何人走得太近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反目成仇 这本书里边教的全是手段和方法 它是一本拿不上台面的书 由于太过于真实和残酷 所以它在近千年的时间里 被列为了技术 不让咱老百姓去读 而那些围观从商的人 却一直在读 他教你用反面思维去思考事物 快速地找到捷径 用手段来达到目的 它不同意传统的国学 讲道不讲书 这本书啊 满满的都是具体做人做事的方法 这是一部能够培养我们 内向思维变通能力的书